那是现在如果像 比如说像最近的7.1 才过去几天的 他们这次人数确实是比去年来的多一点 原因是因为刚好有发生了一些事件 就比如说像这个铜锣湾的书店的 店长失踪啊 零融机 然后听说这个特首梁阵营 有可能会连任 所以就造成了港民的这个愤怒情绪 可能就开始高涨了 然后这个游行的里面的人 这些阵营呢 他们特别安排了三位所谓的政治良心犯啊 包括就是这个内地失踪的 董锣湾市店长啊 林荣基 还有一位叫 刘三清 还有陈祥 对陈祥 这三个人就安排他们出现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三个人出现 就造成了整个 这个这一次的游行机会人数被推高了 比去年来的更多 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其实有多大的后续作用 因为毕竟这三个人 虽然说他们被标签为政治良心犯 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些政治背景 而且也没有 除了刘三清 有一点啦 他是民运人士嘛 但是这个媒体人陈祥 还有这个林荣基 他只是作为店长 那他们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世卫游行活动 当然他们也自己知道他们的能力要做出改变 要靠具体的力量 可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这些曾经在内地被那个求过的 他们都有一种有时候就是在这个香港的社会 因为他们可以表达不满可以表达抗议嘛 所以还是可以被允许的 但是如果你是以这个作为一个一个点段来具体人心呢 他其实他不是这么样的一回事 而反而是那个因为人家对那个厕守有比较大的成见 那么也就没说 他治理着香港并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好 可是梁振宁在这个中国看来 他还是一个不算坏的厕守 他能够顺应这个大陆的那种需求 那么而且能够做好这个香港本分的工作 没有让这个所谓港渡的运动呢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人民的看法就不一样 说他就是一个主力 所以如果你这个七一的游行 因为明年就选举 我想他们这种的诉求 可能会必死那个梁振宁不再选这个厕守了 因为在很多的问题上 他认为这样做他也是够累了 而且在这个明星的这种冲击力底下 要发挥一个autority的权威 也真的是不容易了 所以我想我们再想一下退回来看一下 这个思维游行呢 如果你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课题 正好集中了明星 当然他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如果是人民说 哎呀又是老雕虫 又是谈这个谈谈 都没有用 人民就热情就大减了 所以你要看看在什么时候 在正确的时候 在对的地方 在课题上来探访做这样的一个思维游行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 一个香港这样的社会 一个城市 那如果你整天这样思维 好像站中这样 站到这样月久以后呢 人民累了 说你就影响我的生意了 所以就不会去支持你 可是在香港这个社会 要形成一个所谓中立的 或者一个调节的力量 现在看起来呢 还是香港里面 没有人去讲这个话 所以就出现了 这个年轻一代的 所谓港部的要求 那么这是完全的不被允许 而且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当然在这方面呢 从年轻一代做手呢 也就是未来的这种中国领导人 所要关注 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到说 在他们的没有办法 控制底下 就是人的思想没有控制底下 他们不懂这个年轻人 要走多远 所以中国就特别的 重视香港 以及台湾这方面的共享 因为这个动向对中国的影响 和这些所谓的一国两制 这种可以颠覆了 他们所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 他们定下的目标 就是说 我都让你走资本主义 都让你很高度的自治 那到底你们想要什么 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么你这个香港人要制成一个 这个这里不是新加坡 这个是原来属于中国的土地 这是英国人占领 他要还给我们的 新加坡就不懂 新加坡就不属于中国的 所以他们可以在华人多个地方 建立起一个华人主导的政权 所以它基本上是两码事 你就这个香港不能够拿来相提定论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今天 当然你在说这个思维游行 到底也没有 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 你要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去给自己来一个评定 除非是说你成功 因为你看到我们的Berset的运动 既然还有发生了这个308的事情 还有505 所以这个东西 它就算是有一些改变了 当然不是彻底的改变 那么这个东西 你就不能否定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所起的作用 所以在很多方面 香港这方面 今天香港人还是继续享受 基本法里面没有放下23的调温 那就是说香港还是要投赎机器 不要太过激怒这个香港人民 所以种种的这个就是 也反映了和证明了这个 对的诉求 或者是有影响力 或者是空前浩大这个思维运动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 但是在香港 其实这个香港气游行就开始变质了嘛 因为他们要求这个港独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个中国政府其实是很强权的 甚至在中国 他们甚至打压这些反革命人士 那未来在香港会不会有可能 就是他们会阻止这个游行 就是已经不会阻止这个气游行发生 就是直接就是不给香港人民举办这个气游行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讲得太解说 它会发生 但是问题是说 如果它成为一种暴动 成为一种武力的一种对抗的时候呢 那么当然这个政府就有一个理由 有一个条文拿出来说 你造成了一个暴动 所以我必须要实行一个一个经济 经济状态来阻止这样的东西恶化嘛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会可能会发生 可是今天也说明了 香港在1997年的回归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将近20年的 可是明星呢 明星的回归倒是看得不明显嘛 因为你看到这个书店的风波 看到那个厕所的陷阱 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 你没有办法达到 它最主要是这样子 好像在通罗湾的事件 他们卖的书啊 这些我都看过 还有有些是比较过分啦 因为讲的 因为没有接近这个有事实 而且对这些领导人的东西 他们就没说 一种全盘的无魔魔黑啦 像如果让这样的东西流传到大陆去啊 那还得了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说 哎 最好不要在香港一次成为一个反共啊 反华的基地 如果你们这样子下去 在议论上就已经是做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所以他们就要阻止它啦 这个东西呢 就是后来出现零用机的一个案件 一个问题 所以香港人也有发表他们的看法 可是啊 如果你其实你去 去看那个所谓中罗湾的书店 他出版的书和售卖的书 你就知道说啊 这个已经超过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底线 因为他讲的一些东西都是 被在他们看来说都不看如何的 什么情色的什么东西都乱丁八糟的这种 就是说 就是说他们出版的书 这些什么卖书都是有一点 就带有污蔑也不是符合事实的这种书籍啊 就是啊没有就是这样的书已经超出了这个所谓一国两制 所能引起的底线 因为你如果每天骂骂骂骂 像你的邻居整天骂你 骂都不停了 你怎么办呢 你说到底有没有有完没有完的 到底你要做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都是一种相同的道理啦 因为你出出动了一个人家的底线呢 人家就会反击嘛 嗯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个道理来看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有看到一个比较令人担心的现象 香港就是香港的年轻人呢 是 越来越多就想说 啊你不要管我 啊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就要求我独立了 那么独立了以后就是 后果已经独立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 嗯 达成这个香港的反应 或者建造另外一个这么近的国家 这些都他们没有去考虑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对 你香港的水源 香港的粮食 是 啊香港的这个繁荣和这个经济 你都要向内地销售的嘛 如果你没有这个大陆的市场 你怎么办呢 嗯 所以很多的问题才会产生一个 呃反效果啦 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些 呃媒体的一些报导 当然是呃他们有其中是做一些访问 就访问了中国的 比如说像深圳的 因为深圳最跟香港最接近嘛 对不对 但毕竟深圳还是归中国所管制啦 对那当然深圳这边有些居民呢 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们有提到一个点呢 就是说其实呢 中共是一直在挑动港独 嗯 然后意思是什么 就是其实这是中共在搞的事件 然后来抹黑香港的民主运动 就等于是说 呃 其实港独这个并不是真正由香港人提起 而是由中共可能他们做的一个策略 然后甚至有一些就觉得说呃 呃其实香港这样子很好啊 因为他们看到香港这样子是有希望了 他们可以表达了之前在中国没有办法表达的事情 他们比如就举了很多例子啊 比如说什么六四啊文革啊等等这些例子 所以你看在在即使是在中国本身 他们如果可以接触到香港的这些一些这些讯息的话 他们看法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会不会也会造成了未来可能中共需要花更大的这个力气 来摆平这些这些人士的一些想法呢 可能要洗脑什么之类的 因为甚至你看他们就我刚一提到一提到就说到 有些人甚至说港独这个事件是中共自己搞的 并不是香港人自己搞的 我认为这种讲法是太过牵强而且 没有人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啦 因为你说中共去搞这个港独啊 那他将来他要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他让这个运动成熟了以后或者是成长了以后啊 他要去应对啊要去面对很难的事情哦 所以他为什么吃饱要贡献 嗯啊都不可能拿去石头打自己的脚 所以你说这个是中国大陆那方面的想法 我想这些都是不对的想法 也是抹黑的这种说法 抹黑的一种想法 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年轻的一代 也可能在很久以来说过 英国这一种民主思想的崇敬 就说人家的民主都很好 为什么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自由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他们认为说香港不可以 不可以注册一个香港独立党嘛 所以他们在英国注册嘛 注册了他们主要是一个经济研究在那边筹关 但是现在他们要进美国 可是他们能够筹到多少款 这个不得而知嘛 嗯 因为基本上在美国和英国 他们都要深处理 就是说因为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啊 不能够只看香港这个小问题嘛 还要看大陆的整个那个 这个情势的发展嘛 所以在这方面呢 他们外交上 军事上 政治上 他们还是要很小心的评估一下 整个世界的质量 他不能够也为了满足香港人民 而要做出一个 他们认为说 让他去动乱一下 这个也不是一个大国 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嗯 我也是有看到一个像这样的评论 是说 目前香港 中国对香港是采取一个比较软 比较软的一个姿态 比较 比较 比较让 让香港的这个姿态 其实是为了做给台湾看的 是 是 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吗 你觉得 他是这样子 因为呢 本来我们以为说 那个新年的时候 发生那个暴力 那个小班的事件以后呢 嗯 中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呢 来教训这些 他认为说 是已经没有法 没有守技法的人 可是啊 你又 稍微都想一下 中国认为说 他这样子做有用呢 啊 不如就是 放松一点 好了 我也不要再说什么 很 很严重的出发 你们 你们自己摸多两个心 那么 他们这样的问题 就采取一个比较软手段 可是这个软手段 他们越来越看到说 哎 你你这样软 他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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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一步提出诉求了 我们要港独了 啊 那么这个港独 他到底有没有市场呢 因为反映着 到底呢 只是年轻人里面 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 呃 他到底实际不实际 没有人做过一个研究 我想 一定有学者 做过 要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 目前香港人民 有多少巴仙 从 从事什么行业 他们 需要大陆 卖去大陆 多少 那么他们需要 大陆提供什么 这些 呃 如果能够 比较 具体的做出来 大家可以 一目了然 那不然也是这样观想啊 我们真的是很难去理解 这样的事情 是是 其实夏老师 呃 我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一些 呃 一些 呃 研究 就说明了 就是说 呃 游行啊 或者示威啊 有做过 有做过关于游行和示威 研究说 哦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游行和示威 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有没有这种教程呢 比如讲像 OK 现在 哈哈 对 没有吧 对不对 你看 你看像我们刚才聊到今天为止 聊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 我们要在对的时间点上 用对的课题 诉求 才能达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 你看哦 像我们每一次的 这个 呃 比如好 就是说 那个什么 呃 战中运动 它没有太多的这个诉求了 啊 那他 这样子就模糊了这个焦点 然后之前我们的 Bursay什么都好 也是一大堆的诉求 虽然说 要干净选举 或者课程教导大家如何应该去达到一个有效的游行而不用流血也不用革命呢 这个 在香港人这么高度智慧的社会 哈哈 你去叫他做这些东西 他妈 他骂回你了 啊 你以为你是什么 啊 所以 呃 他们呃 有他们的想法 但是 问题是说 所谓 所谓示威是一种自由的行动 他们没有模式的 也没有 也没有教你说 哦 你根据中国的这个 这个 武士运动啊 或者根据这个 啊 中国那种啊 抗议进大运动 不同啊 因为今天 你面对的是一个选出来的政府嘛 嗯 然后这个政府你说他很很坏很很独裁很残道 没有啊 没有这样 你现在只是要求一些的改革 那么这种改革就是 你只能够用你认为适当的手段来达到你的要求 所以 如果你说你提出了一个两者这样的渡求 好过你提出很多个 就要这样说你说你要两阵营下台 嗯 那这个可能你会达到啊 因为你这样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呃 中国方面就要考虑啊 到底呃 呃 再这样下去 如果整天这样子喊下台下台 这样这个厕所怎么做呢 嗯 很难做的哦 对吗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诉求呢 要越经验越好 而且要经过那种 来选择而经过那种考虑 那么选择先能够达到的才来呃 做踢踏的 因为你如果一篮只提出十个诉求 嗯 没有人知道忘记了 对 如果你提出两个诉求 大家很容易记在脑里 对啊 这也是我发现到每次游行啊 试围啊 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 哇老 那么多 我现在记不了哪一个 你到底要说的是哪一个 啊 你要什么 你只是 你只是 觉得 哦 这种选门 他们要一个干净的人 什么干净法 你都忘记了 他们提的东西嘛 对 而且也很多政治人物来 来演说的时候 基本上模糊了所有的焦点 啊 那么你就模糊了整个焦点 嗯 嗯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都是 呃 给那些 啊 民主人士 给那些 示威的没有政党背景的 真是个一个 一个新的一种想法啦 但是问题是 你会感觉到香港 越来越政治化 因为越来越政党化了 是 他们已经不是所谓啊 所谓这种 担骨的这种民众的需求了 是啊 已经让它政治化 政党化 这个毕竟呢 呃 是好是坏呢 我们都看不到 所看到的就是 嗯 他们正 正党化之后呢 他们就要求权力嘛 对 权力就是说 呃 我要把这个东西抓在手嘛 嗯 那就产生了一定的所谓 所谓民主的竞争啊 嗯 那么民主的竞争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没有考虑到基本法的重要性 是 可是你不考虑 你香港走不出另外一步啊 嗯 因为你怎么样 好像台湾现在不敢宣布它是独立 你一宣布就很多问题啊嘛 当然 所以他就不能宣布 不能宣布他就现在做他说能够表达的一个叫做政权的尸体的一个一个想法 一个做法嘛 嗯 他没有说独立 可是他说 但是属于上我们是独立嘛 这样子来说 只要你没有从创到这个底线 那整个问题就不用那么复杂化了 那么香港现在是 你整天都喊那个那个讲读 这个就跟早期八十年代那种民进党喊那种态度 态度是一样 到最后他们也是累啊 因为不能达到嘛 嗯 啊 你在讲这就是造成一个紧张的经验嘛 是 对人民没有好处嘛 嗯 啊 所以在这方面你就看 呃 整个问题就是看中国 呃 在未来的经验 它的经济 是不是会比较强大 他的政治会比较成熟 比较能够看到外面的世界 他们的要求跟中共是不应该 一样的 是不是可以再做出某一些的调整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啦 是好的 嗯 那最后可能想问问谢老师 呃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呃 既然呃 游行示威它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但是没有达没有达到一定效果是很多人都用错方式 也选错了这个点啊 我我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可以开办一个讲座课程 教导人家如何有效的达到这个示威和游行的效果 可以吗 你是你你出犯了战动法嘛 哈哈哈 但我没有和平集会法令啊 有啊 对啊 你讲这些对话 人家就听了有点莫名 很难去分化嘛 哈哈哈 因为到时里面有人呃 有人就动武了 然后就有暴力了 啊 啊 都看不到的啊 啊 他说你讲和平的 就不和平的 所以怎么应对呢 没有人高顿 嗯嗯 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 没有标准的一个什么 没有做团会的了 没有哈哈哈 这样的东西 就突发奇想啊 因为因为毕竟因为发现到很多游行示威 它没有一个很好效果 但是你说完全没有效果又不是 所以说就我就感觉到 哎 凡事都有的学的嘛 什么东西都有的学 一定有一套规模的嘛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就偏偏游行示威 你太过 哈哈哈 你太过出发奇想 而且你是一个空中楼阁来的 哈哈哈 还是还是圣楼 还是圣楼 对对对 所以你还是 呃 忘掉了所谓想做 因为你教不出一个所谓来 是 没有人 没有人有个模式告诉你的 所以我们还是脚踏实地了 啊 只能够说在民主的制度底下 嗯 怎么样啊 完成一个民主的程序 嗯 那么在哪一些东西不可以完成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啊 轟 就转一个转来 啊 就好像香港不可能独立 嗯 那么你要求更大的支持 这么更大的支持 就是你不要一下子就冲着他 冲着他的人打的那种那种选择 你就是要慢慢的让他感觉到说 OK 啊 现在2017年没有 嗯 那么再下来的车手你就一定要要要直选了啦 嗯 那么直选他 他跟你的看法不一样啊 因为香港人的直选就是政党派出候选 对对对对 比竞争 是 那么大陆是说这些人都要筛选了 因为他不能够选一个反中国的人 对对 整天在骂叫那不行啊 对 所以这些矛盾都是要相对性的来看怎么解决的 嗯 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谢老师的这个分析了 也非常是有益 谢谢你谢老师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其实说到像 像这个选举有没有 不是选举是这个游行啊 示威有没有用啊 那其实通过谢老师的 谢世金老师这个说法呢 确实你可以感受到 你能够说他完全百分百没有效吗 不是 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效用 只是大还小 但就是问题在于 可能你采取的方式不对 或者你所要的这个诉求 或者时间点 或者出现的人不对 那就你就把整个的这个效 这个成果啊 就把他拉低了 他的成果 对 我看过一句话是说 游行它是一碗中药 它需要时间功效才会慢慢渗透出来 如果你把他当成抗生素 你要他要力很快见效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就好像是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一种方式吧 就是我们对任何一种改变的这个诉求 或者改革呢 我们不能够要求像以前这样 马上就流血啊 革命啊 这种的太过不太不太文明了 对也不符合我们现在民主的社会 现在大家跟着脑里 跟着跟着先进了 不可能你还停留在那种石器时代吗 喊打喊杀 但是如果你不用那种方式呢 它相对可能来的比较慢 它的进程也比较慢 可能你进两步就要退一步 进两步退一步 就好像发生在香港的这个事件嘛 很明显可以看到战中呢 它确实让这个中共 有做了某一个程度上的小小妥协 就说好啊 我可以让你选 但是你也选了人 这个人的candidate OK人选里头 我先准备一个人选 这一套人选 再给你们去选 对 还是你们选啊 对不对 但是是我准备的 那起码是一个小让步吧 对不对 就他们说的说法是 就是给你一点点 你先放着先吧 但是很多人不能不愿意接受 你一下一跳就要跳到那个位置上 这不太可能啊 你要知道人家也是要面子的 你要给总要给人家尊严和面子下台啊 一下子就跨到人家的一个底线去 人家怎么能够给到你这种这样子的方便呢 是 是吧 很没尊严 很没面子 你要知道 如果今天我给你跨到我的底线 我今天管了并不是你一个人 搞不好我有十个孩子 你想想 我有十个孩子 我不说多 那十个孩子 那你就有你一个特别皮 你今天要这个要这个东西 好 我就直接给你 其他九个孩子会怎么看 是 我也要啊 对不对 对 那我怎么去应对 到之后 我就给完了 啊 要不然就说 这个孩子说 我要出去闯天下 啊 我随便就给你出去闯了 而不是说 好 我不给你去 你要顶多就在这一边 或者在离家不远的这个地方 你去那边闯 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给嘛 对 我总不能一次我给你到晚 嗯 所以很多人去参与这个 世卫游行的这些诉求 他们可能不太了解 这样子一个概念 死就是要 我要达到的诉求 我死不罢休 我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嗯 对 其实整件事情在我看来 我觉得特区政府 应该负起一个很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的责任 其实就在于中共 还有香港人民之间的 一个协调计 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法做好 尤其是这个 呃 梁 梁准英 啊 梁准英 他们主要是 给人 他做的给人 感觉太像这个 中共的傀儡政府了 嗯 如果他可以稍微的 好像 我觉得懂得做人一点吧 懂得做政府一点 可能就不会把这个 7EUC延伸到 变成港独 然后甚至跟中共 还有个人民 有一个起到 这么个大冲突 可能可以像 像台湾取经吧 台湾这一点好厉害啊 无论是国民党政府 国民党政府 当然做的比较 相对轻忠啦 就这一点 但是他同样可以 获得部分人民支持 把他们推上 这个政府的这个位置上啊 当然现在新的 这个蔡英文政府了 就是民进党的政府 他们现在也不敢 完全提台独的事件 对吧 他们也有做了 一定程度上的妥协 也知道 现在不是时候 那既然你知道 现在不是时候 不是在那个时间点上 你就别提一些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然如果说你要争取 那就一步一步来 就像我们说的 刚刚说 你可以进两步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要退一步 甚至一半 一步半 一个半的这个步法 那换句话说 你二减一点五 你得了多少 你得了零点五 你还是进了半步啊 对吧 你还是进了半步 你不是一致在原地踏步 那总好过没有吧 对不对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说 有些人等不及了 在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看到 这样子的改变 但是有生之年 有时候是很难说的 你要 你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你怎么改变 那如果是 像头 这个 这个公投 要脱欧 还是留欧 你刚好来到一半一半的这种状况 你要如何能够期盼 你保证你百分百能赢呢 不可能 这纯粹是一种 整个社会的一个趋势 整个一个 大家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到百分百的这种可能性的出现 那今天我们谈到关于这个游行无用论 七一效失灵 这样子的说法 其实我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结论今天谈到过 就是说游行其实还是有它一定的作用 只是你要用的对 用的对的意思就是说 选对课题 然后要精准 然后要在对的时间点上 对的地点 对对的人说 找对的人来 对对的人说 所有都在对的点上 那也许它的效用会来得更大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开课程 薛老师说 开课程就触犯了善动法 这个开课程对政府也是很危险的 就想说 等下时不时就来一个游行之类的 那对我来讲 我的地位就不保 还有啊 你说时不时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时不时的话就变成 人们就变成那个热情了 很累 你每天做 都是这样子的东西 就好像那天我们谈到什么 就好像婚姻坟墓那个课题 对吧 就说你每天见面见到就闲了 所以你就要知道新鲜感 对对 所以示威游行也要有新鲜感 你不能常做 但做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特点 你要吸引人家来支持你这个诉求 而且你的做法可能有特殊 像早期 人家用什么呢 就是步行 从关单步行到哪里哪里来 记得吧 这些都有在 这些都是一些创意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创意有时候是很重要的 想一想 你这个 你今天的这个示威游行 为什么没有效果 肯定有一些问题在里头 想想 都问题在哪里 去解决吧 希望你的示威游行 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了 祝大家 有个愉快的假期 OK 好 再见